法律歸法律 政治歸政治 我是貴智 我是若毅 麥姐她不一定觉得 美国人的民主政治 一定比较成熟 我不觉得 我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想象 美国那个激化情况 有多严重 民主跟共和两党 我们有讲一般的选民 我们还不是讲 出来选的人 我们去买东西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共和党的不出国旅行 出国旅行通常都是democrats 然后呢 喜欢的电影也不一样 真的在生活里面 都是分开的 然后我们的朋友 是不重叠的 可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不是这样啊 美国的个人主义 太发达了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强烈的意见 看大局的这个能力 比较差 在台湾 大部分的人 还是会觉得说 我们要看大局 这个事情 对整个群体 比较好的时候 我可以少坚持一点 我们每次要聊 美国的政治的时候呢 是 你是不是 你会没有记得 都会有人留言 说 我们根本不懂 我们根本不懂 对 我们讲的东西 都跟 范琪肥 敏迪 百灵果一样 对 所以我们今天 就直接邀请范姐来了 可欣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跟可欣 有同台一起演讲过 对对对 也跟范姐同台一起 演讲过都有 过去都有同台经验 你们两个都被我反过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 对 不过我第一次来 发白 没错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发白 为什么等这么久才邀我 对对 而且范琪还是我们 都无法律的学姐 对对对 my bad my bad 对 我还记得我们相认 是在动眼的婚礼 第一次见面 那次没有贵制 那次没有贵制 只有你吧 那是我 对对 只有你 对对 就那一次我们才相认 学姐学弟 那次还有我们 那个鼎语 对我们两个就特别去跟你打招呼 说你是我们学姐 对 故意找个这个关系来 来探探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我们现在终于邀请 两位来我们节目 没错 一起聊美国总统大选 没错 希望大家不要再靠北我们 就不够专业这件事情 对 因为后面还在接你们这些左胶 对 这些局务员就骂我们左胶 嗯 对 那他们还继续听哦 也很棒耶 我们其实 就是每次QA的时候都会有蛮多的观众是来骂我们的 然后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挑几个其中几个就是我们来好好的回应这样子 他们还是继续听 对 然后就再继续来骂我们 对 但我很喜欢 我觉得 我觉得有这个对话空间很好 很好耶 对 我们也有这种Fan 嗯 可是我都不理他们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喜欢把这个捡起来 然后认真的就是攻击回去 对 就是我们我们也是认真的 所以他们也蛮M的啊 他们都享受这种过程 他们喜欢被spank这样子 然后旁边围观的更多 对对对对对 围观就觉得想说话这在干嘛 但他们有些人会骂那些观众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啊没有关系啦 反正大家就意见不太一样 这才好 这还好啦 其实一文成才好啦 其实有不一样的意见来做讨论嘛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民主社会就应该这样 而且会觉得如果你今天 不同意见很多 代表说你的节目是有跨出去的 对 其实是一种肯定 我也跨出去太多 对对对 太平凡了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们这次主要还是要讨论 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在一个月后 就结束了 没错 对所以就要是一个 那我想说差不多这个时间 越来会更多人关注 没错 我希望是啦 可是我感觉今年很冷 比较冷 差很多差很多 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四年前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被延上两三回了 哈哈哈哈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 关注度差蛮多的 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怎么 怎么参与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啦 四年前那一次是 有一点被讲成 抗中跟亲中的 两个总统候选人 对 的对抗 有点被形容成那样 虽然说我们都一直出来讲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被骂啊 然后我们就被骂得很惨这样子 所以然后去年这个时候 已经被延上太多次 我都算不出来 四年前 四年前 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 你不投川普 你就是 就不爱台 你就是卖台 对 那个时候台湾是川粉比例最高的地方 CNN有个碰 美国以外 对美国以外 对川普支持度最高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其实蛮多人也有出来讲话嘛 像我记得那时候 方雨到处去消毒 然后到处被骂 我们也是啊 他消毒的方式 有时候也有点凶啦 哈哈哈哈 方雨听懂了吗 他真的是有时候是蛮凶的 对但是其实从这四年 从这四年看下来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 川粉会怎么想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蛮有趣 其实拜登的表态 其实比过去四年 川普还多吧 他四次打破战略模糊 没错 他四次说我们会出兵 而且川普最近的发言 对于台湾并不友善嘛 对 我说真的这是很明显的 而且在TikTok议题上面也是 对 就是他是很明显的 对台湾 我说是在这些发言 你很难把它 曲解成友善 我就举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就是保护费那件事情 还有比如说他觉得 我们的半导体太强 是抢他们的工作 这个都已经讲好几回了 所以而且再加上现在那个关税 他想要有那个普遍关税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被磕很高的关税 是 对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自己从这次的新闻来检验的话 我会发现其实川普过 这次论述跟他四年前的论述 跟他八年前的论述 其实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那其实我不知道其他人 会怎么想这件事情 我很想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川普不意外吧 川普就是伤人个性啊 他就是什么有意 他就讲这个啊 对 他就是什么东西有选票 他就会讲什么嘛 是 对不对 然后支持他的人会说 他这是维持他的战略模糊 所以让大家搞不清楚 他会怎么样做 所以他有更大的决策的空间 这样子 支持他的人会这样讲 他要让对手搞不清楚 他会怎么决策 但这真的是我觉得蛮厉害的 坦白讲 就是如果想要去认识川普的话 蛮推荐去看一本书 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那个交易的艺术 那就是他身为一个商人 然后去跟大家讲 要怎么去 去做这个 不管是投资啊 或是去 去谈判 那其实我觉得 他在之后的这个政治场域上面 很多都用教育的艺术的方式去做 然后包括他有时候会先跟 例如说关税好了 他有可能最终是想要 跟你达到他40%的关税 但他就会先跟你讲100% 所以然后再跟你讲讲讲讲 然后拉到40% 然后你就觉得你赚到 所以就是他 我觉得他有很多不 就是他从商业的这个角度的 出发的一些思维啦 对 所以说你支持他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说 他现在会翻来覆去 然后他就是 我觉得支持他的人都非常习惯 他说一套做一套 对 然后他们觉得这是优点 他们可能会觉得 哎呀 他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啦 会不会这样 对 很多人这样讲 可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说 明明 他课文整点像 对啊 确实是啊 是啊 我把这个叫做名粹型的候选人 其实通常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在讲的时候 还有我觉得这一次 更神奇的是 他常常骂有色人种 他骂 比如说他说 这次海地移民 他说他们都吃宠物 对不是 我什么辩论的时候 讲什么吃狗 对 就吃吃狗嘛 他就说海地移民 然后这是假新闻 这是假新闻 已经很多的那个 officials 很多官员 还有当地的媒体都出来 讲说这个是假新闻 可是他还在不断的讲 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 是对那个发言 对有色人种很不友善 对非裔的族群 对于墨裔的族群 都非常的不友善 但是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一次 在非裔跟那个西班牙裔的 这个族群里面 他的支持率很高 他是上升的 而且很多都是年轻的男性 所以很多人就去问他们说 他明明就在骂这些 你不会觉得 这在骂你吗 他们每一个人都说 他说的是另外那一种黑人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就是说他讲的是 比如说Caribbean的黑人 这跟我们美国长大的黑人 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这样分 对 我就说他们 他们就会自己把他合理化说 他骂的是别人 不是我 很厉害吧 我自己听到 或是他对于女性的一些 的这些内容 或是对于移民 大家我听到跟很多这种 川普supporters接触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那你看他的老婆就不是 就是移民啊 他怎么会讨厌移民呢 就是就很多这样的论述 那我会觉得 可是你同意他 他是反移民吧 我没有同意 你不同意吗 我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川普他 应该讲出说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想到 那么细的这个东西 他没有做这样子思辨 就我对于这个议题的 这个角度 我是什么 我觉得他 那Vance呢 那Vance你觉得 有没有反应你 这个我就不敢讲了 但是我觉得他 他反的是 他反的 第一 我重讲一下 我觉得 川普的支持者 他们在乎的不是fact 他们不在乎真相 他们在乎的是truth 你讲出我的 我觉得truth跟fact 之前一个是事实 一个是真相嘛 那我觉得他们 要你讲出来的是 我的感受 那川普反映出 他们的感受 所以这是他们要的 那你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 要这样讲了 所谓的truth 就是真相 真相会有很多面相 你可能会看到 其中一个面相 真相的其中一个面相 但facts就是facts 他是没有什么 他是没有什么好多面相 facts就是facts 其实可欣刚才讲的 其实美国有个社会科学的研究 说为什么政治人物爱说谎 那其实研究之后会发现 其实某部分来讲 可能会是 川普的支持者 他可能会有一种 正当性的危机 就好比说我过去 我成长历程告诉我说 美国梦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只要符合ABC步骤 我就会成功 结果我现在符合ABC步骤 我不成功 为什么 因为有人夺走我的东西 移民啊 移民嘛 有色人种 同性恋 我觉得他反的 但因为那些在批评他 支持他的也是移民 川普没有反这些人啊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反整个移民 他是反在那个阶级里面 更下面的那一群 我觉得他是反新来的啦 更新来的 我觉得现在新来的 他要把门关起来 他不要让新的移民进来 那已经进来的 但范姐你会觉得 要无条件的一直打开门吗 我从来不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 移民这个门本来就是 应该要开开关关 开开关关 然后我其实也不觉得 民主党的移民政策 做得多好 其实我觉得 他们很烂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烂 怎么说 你们这边是可以 骂脏话的吗 我记得 那这肉依骂超多的啊 对对对 我是真的觉得 他们真的是做得 非常的烂 然后这个边界的危机 完全是民主党政策造成的 他们就是 我觉得话都不说清楚 然后很软 然后你就是应该要管得很严 然后你要让 你想让进来的人 要能够进来 那现在不是完全相反 想要进来的人 应该要进来的人 进不来 然后一些不该来的人 一直来 一直来 然后把边界弄一塌糊涂 移民会成为这一次 左右选战结果的 关键议题吗 你们观察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 我觉得这个大家意见 会不一样啦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最重要议题是经济 就是经济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的生活 跟四年前比起来 是什么样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现在的生活 就是比四年前差 OK 我同样的钱 一百块 我能买的东西 就是比较少 真的有比较差吗 真的 我觉得对很多人是啊 真的很贵 真的很贵 因为我们都没有 在美国生活过 真的很贵 我这四年没有去过美国 我跟你讲 它真的很贵 它现在 我是真的觉得 比如说以前 比如说你买一瓶牛奶好了 那个时候我在 说实际上 我还买过什么 一瓶 一瓶 可能两块 就可以买到 美国乳奶便宜 那两块 现在都什么七八块 是真的很离谱啊 我意思就是说 它那个涨的幅度 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薪资虽然有 而且现在还算是 劳动条件 比较好的时候 可是薪资涨幅 完全跟不上 这个通膨的速度 所以 很多人都觉得 它现在过得很惨 我们再讲一个 它通膨 还非常严重的是 另外一个是反映在 房租上面 最近就有一个 我是听 我忘了是听 反正有一个 有一个 podcast的 的那个访问 他就说 有一对夫妻 他们现在都差不多 五六十岁了 然后呢 可是他们本来 付的房租是 一千二 可是 可是因为那个房东 这哪里可以一千二 在 我还有那种地方 OK 向下地方这样子 OK 然后呢 后来 他的房东 因为现在的房价 涨得非常厉害 他的房 房东就说 那我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他们就只好去外面 找新的房子 当场房价 同样差不多条件的 就变成两千四 涨一倍 涨一倍 然后所以说 他这一家人 他就说 我说的 我说我以前可以出去 吃馆子 我可以去看电影 我可以去看棒球 这些钱全部都要省下来 因为全部都去了房租 这些人 这些人 我觉得都会同意川普 我觉得不一定 所以 范姐刚才意思是说 你认为主要这次选战的关键是经济 是经济 那可新的答案是什么 我也同意是经济 但我觉得经济就是一个感受的问题 我同意 这些你看民调 全部都会跟你说是经济 但我觉得 很多民调都会跟你讲说 外交议题 绝对就是放在最后面的 但我觉得并不是如此 原因是因为 所以我觉得外交他怎么面对外交是设立他这个人设 所以我觉得 在美国这是人设议题 我觉得这是人设议题 那例如 就像是爱森豪嘛 1952年的时候爱森豪 他根本什么议题都没有提出来 但他就是一个将军的人设 所以大家就觉得他可以 可以把美国拉起来 所以我觉得外交议题 他会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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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说 比如说外国人 把我们的工作抢走了 然后因为这个外国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很苦 OK 然后这个套路是一样的嘛 他既然就是说 是中国把我们的 这个来年的工作都抢走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对中国很坏 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很凶 所以这次是整个一个套路 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我简单解论一下 这两位都觉得是跟经济 会走到这次的议题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可心认为说 其实外交这个方面 不要小看 大家可能会低估 从外交方面 打造出这个人人色的形象 所以川普给变成硬汉的形象 这个印象如果生殖人性的话 其实他会为他得到 蛮大的支持度 那贺锦丽有什么优势吗 贺锦丽给了一种 我看这个报道的说法 贺锦丽给了一种左胶感 他现在是有试图 要去摆脱这个形象 我跟你讲 他的左胶感 基本上从他这个人 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先不要看他讲什么 他是一个有色人种 的女性 大家就会觉得他是左胶了 就会贴上这个标签了 贺锦丽我觉得 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看起来年轻 OK 他不管跟拜登比起来 或是跟川普比起来 他实在是年轻太多了 OK 而且他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一直在讲 就是说 他们希望这一次 很多美国人希望选出来的 是代表改变这个力量 的候选人 OK 那他当然 你看他 我们刚才讲 他有色人种 又是女性 他如果真的选上 当然是改变的 光是他那个样子 他站在那边的那个样子 他就只要他选上 当然就是改变啦 对 但是 但是当然有另外一批的人在讲 就是川普如果选上 他也可以是改变 嗯 这也是川普一直在诉诸的 他就是要改变各个国家 所以你今天问我说 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贺锦丽最大的优势 我会说 没有 年轻 我觉得年轻 然后他的 就是很不一样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他最大的优势 那可欣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次还有另外一个议题 也蛮重要 尤其对于女性的选民 就是堕胎议题 那这个是他的优势 那经济议题对他超弱势 因为其实川普在任的时间 失业率 在COVID之前啦 失业率降到超低 然后 这个股票也炒得超好的 嗯 就超多人都赚大钱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经济议题上面 贺锦丽真的蛮弱的 而且川普真的是 经济这方面比较 有表现 对 我觉得是大势所需 还是川普造成 还是是共和党的关系 我觉得都有吧 我觉得都有啦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很持平的来讲 如果我们光看数据来说好了 拜登这四年 如果你光看数据的话 其实他表现不算差 嗯 OK 事实上很多人来说 表现非常好 就光看就业率 就是就业率数据啦 还有他压通膨 他真的是 他把他压下来嘛 只是 还是很高 东西涨上去了 是不可能掉下来嘛 他不可能掉下来 可是他就 平盘的这个 这个走势这样子 所以说光看数据来讲 其实拜登四年的这个经济的表现不算差 然后跟川普比起来 其实可能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两个好的程度差不多 个问题是感受的问题 感受的 在川普任内 大家感受就是经济很好 但问题是在拜登任内 大家感受就是他妈的通膨很严重 所以这个感受会 对我会比坦白讲 有时候感受 他并不是这么的理智 但是他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关键 选举 你觉得是一个理智的吗 对 就像大家常问我说 你这四年过得比较好吗 我心里想我一定有啊 因为我比四年前赚了更多 四年前我这么年轻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这感受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啦 那还有很多 他们就做 那个民主党这边自己就赶快出来 做很多解释啊 所以说哦你看哦 这个美国的其实消费力都没有 大家一直在抱怨 但是他还是在买很多东西啊 就是消费力并没有下降啊 可是我觉得在 你越是这样讲 感受越差 那相对剥夺感嘛 对啊 我是说有人一起变有钱 那我没有变有钱 那我就是被剥夺的人啊 我觉得一部分是 雷根给人的那个 雷根树立的共和党 在经济议题比较强这件事情 一直遗留到现在 就还有就是大家 好像很多民调都指出 就是大家都觉得共和党在外交跟经济议题上面是比较 比较厉害的 对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可以追那么久 就在雷根那个时候啊 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 雷根是1980年代的美国总统 他应该是1980当到1988 对因为1976是 1976是Jimmy Carter 对对 那雷根其实在他第二任的时候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的选举人票 得最多的票的我记得那时候民主党好像只赢一周还两周而已 所以其实雷根总统身为共和党总统 他那时候高举的保守主义 然后对美国人的生活好像有改赛的感受 其实是蛮生殖人心的 所以什么那个什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其实应该是雷根的口号 是是是 那川普把它拿来用这样子 对对 1981到1989 对 1981的 1980选上81 对对对对 我可是非常会背美国总统的人 哈哈哈哈 好那那那就想问 继续问两位说 那你觉得 因为这次其实民主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换败嘛 一开始其实我们还在那边赌说会不会换 对 我还说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他初选都已经跑了 你赔多少钱啊 我是不是有赌钱啊 哈哈哈哈 这个好险没有 对但其实 那因为尤其是那时候 因为川普不是被枪击嘛 所以大家觉得比赛结束了 对对没错没错 结果那时候有一种哇 结束了 川普要回来的那种感觉 对 天哪 我跟你讲 在那个拜登跟那个川普第一次辩论 川普气死了 那辩论完了之后 然后我那 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条 Today看世界这样子 我最后就讲说 我自己是 我是 我是 选民嘛 我是美国选民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常年都是投给民主党的 这一次如果不把拜登换掉 我绝对不去投票 我说你公党就不用拿去好了 我真的非常的觉得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反感 就是以一个选民的心声来讲 我觉得非常的反感 我觉得早就跟你们讲说 拜登不行 都听不进去 然后现在好了吧 现在摆明了讲 就是不行 你看看这个话都说不清楚 是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我说基本上不是话不清楚 脑筋真的看起来就是不清楚 因为那场辩论有太多的画面 被剪出来实在是太奇怪 太严重了 然后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在党内没有声音 是很早就一直在讲说 他不行 一定要换 那为什么民主党没办法再初选 把他踩刹车 为什么初选的时候 没有事件吧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初选的时候是已经一年 是足足一年以前 就已经开跑了 那个时候呢 他的民调很高 那还是有正当性在 他的民调很高 所以那时候大家也觉得说 好啦 反正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川普打败嘛 那看起来他拜登 他曾经赢过一次啊 对曾经赢过一次 然后以当时的民调来讲 也是很强嘛 所以就好吧 那就还是拜登好了 可是那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年轻的 就出来讲说不行 一定要换掉 可是都听不进去嘛 然后他们有把他保护的太好 所以大家都没看到 就那一次辩论的时候 大家就真的是 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的天哪 我们要派这样一个人出去打仗吗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小看拜登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他在2020年的选举 其实他 我们先撇掉选举人制度的话 他其实以动员率跟得票率来讲 其实是比欧巴马还要好的 可是我觉得那是因为对手嘛 对啊 是因为川普的关系吧 但我想讲的事情是 很多人好像都觉得拜登看起来像智障 但我觉得他真的 而且拜登以前的演说能力是很强 对啊 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强的 我觉得他只是年纪大 然后我觉得当一个总统来讲可能 2020那次的那个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 他就是他的演说讲的超好的 而且我也很强 因为今年年初他才讲国事发表 很棒啊 他那个讲超好的 然后他骂大法官那一幕就是正经事件 你看看你们做的好事这样子 就为什么辩论都变那样 可是所以他只能念稿嘛 你要把他准备好给他念teleprompter 就是念那个读稿机 他可以念稿嘛 在搜图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念稿啦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 大家担心他就是时好时坏 那有时候长辈真的就是时好时坏啊 对 是啦 而且好了我们再讲回来 他是个好人 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否认 他是个好人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你要派一个人 我现在就讲就是说 为什么一直说一定要把拜登换掉 就是说你 面对尤其是川普这样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对民主党来讲 这个是川普在选上 这个是民主的终结 我是说真的 对他们来讲 美国就完蛋了 所以一定要 这个一定一定要派出最好的人来选 所以可是拜登就不是那最好的人选 真的不是 你觉得川普当选民主会完蛋 这是真实的危机 还是只是一个恐惧而已 我觉得是恐惧的味道重 你要是问我 我觉得恐惧的味道重 但很多人会觉得很严重 因为其实是 他有可能这次输了以后 他还是不承认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你认同范姐这样的看法吗 你说川普上 这是真实的危机还是他只是一个抽象虚幻的恐惧 情绪上的恐惧 还是他真的是理性上觉得真的有这个危险在 我怎么定义危机啊 很难回答 我问一下问题是因为 我们常常讲法律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东西可能就会什么宪政危机 这个四个事情 但是这几个字有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真的宪政危机 一个可能只是 你觉得很大事的危机这样子 恐惧要多大才会到危机啊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我现在就问你们两位 好来 你们大家觉得 川普这次输了会不会赖 会 然后这个不严重吗 很严重啊 这个不严重吗 那你觉得Gen6是危机吗 你说Gen6啊 我觉得Gen6是蛮严重的 那是危机吗 就是2020年的时候 就是选举完之后 拜登 川普基本上就不愿意承认他败选嘛 所以呢 根据他自己 他是说他没有动员啦 但是现在在吵就是 所以他很多的川普支持 我就跑到这个国会山庄 然后在他们宣布那个 选举人票的时候 然后想要就是去 去破坏 他就是他不让他继续进行啊 那死了两个人吗 还是死了一个人 死了两个人 对 对死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警察 对 好严重啊 所以你认为 如果这次川普输了 他一样会有 对 所以反过来讲 如果他输了 他已经在铺路了 他已经在铺路了 他已经在讲啊 他就说 他现在就说 他现在去rally 就是那个去 那个叫做 造势现场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在怪那些 secret service 就是那个保护他的那一些 安全人员啊 就是因为 对他限制太多 所以他很多事情不能做 他们现在已经很害怕说 将来川普如果 输了 他会拿这个出来 会怪这个secret service 都是因为他们 所以 把我限制太多了 所以我 我根本都没有办法做 我应该有的那个竞选活动 他们现在已经在担心这件事情了 那如果 因为现在已经换成贺锦丽嘛 那你认为 就是我两位认为 换贺锦丽之后 因为现在看民调来讲 以538的那个民调来讲 其实换贺锦丽之后 其实他的民调是上升的 尤其是在几个 摇摆州里面 在换贺锦丽之后 都取得领先 所以两位会觉得 换败之后 民主党取得优势了吗 当然 但这个优势是 大过川普的优势 还是 只是比 只是比戴敦好而已 只是比戴敦好 因为你看那个民调的话 还是在无差范围 无派以内 是 所以其实非常拉扯 可是这个事情 你去问川普 川普到现在 大家很干啊 有时候你们民主党赖皮 对他来讲很不公平 你们最后才换人 你们怎么可以 不尊重初选的结果 然后说换对手 就换对手 这样子 可是这件事情 有真的不尊重初选吗 因为 我觉得因为民主党 那时候 他是有所谓的超级代表制 那在换败的时候 其实超级代表制 还没有投票 然后 那等于是拜登自己 退下来 自己退下来就没有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他自己退下来 所以不管是什么 各种压力怎么样 他是自己 他volunteer嘛 他自己退下来了 川普就很不公平 因为他那个时候 选他的这个副手 也是为了要去对抗拜登 这个组合的 然后结果 他现在就全部人都变了 对 所以我觉得川普 蛮干的 我可以理解 可是商场上就是这样吧 对啊 他能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 他就干吧 他就很干吧 但他以川普来讲 他选的副手 没有不好吧 我们来聊一下两位的副手好了 先从川普的副手 川普副手是谁 Vance 范斯 范斯呢 他的 他为什么会选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有一个 很穷的背景 OK 他是一个 就是 阿帕拉契山 就是铁锈带的下一代 然后他从小 他写了一本书 就在讲说他从小 这个生长的过程里面 他们那个社区里面有多惨 然后爸爸妈妈 什么有多惨 然后邻居什么吸毒啊 什么的 反正就 就是他的那个 这个完全是 川普的核心选民 MAGA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一群人 他的核心选民 所以他为了顾这一个 所以就选了范斯 这是他选范斯最重要的原因 范斯那本书叫做 绝望者之歌 绝望者之歌 他甚至有拍成Netflix的影集 有兴趣话大家可以去看 那本书写的蛮好的 其实蛮多人是给他 很正面的评价 尤其是Vance 他的形象其实是 其实是年轻的 而且长得也不错 所以很多人觉得 眼睛为之一亮 那你觉得 那我们接下来讲讲 他的问题吧 好好好 他是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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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保守派 比川普还更保守 然后例如说在这个 堕胎议题上面 川普其实他是没有到 那么保守的 其实川普没有这么典型 共和党的保守派的样子 川普不是以前 还有说过支持堕胎之类的话吗 对早期啊 他以前还是民主党的 对啊 他以前还当过民主党的 所以你知道 OK 那真的是 对 我意思就是说 那个堕胎这件事情 Vance到什么程度 他是认为要有 对那个 连那个被强暴的也是啊 对对 他就说要 national ban 就是所有的堕胎都不可以进行 他的想法是在 Rover's Way之前的 更之前 对对对 就是所有堕胎都不可以进行 这样子 那叫national ban 然后 如果女生有 不堕胎会有生命危机的 他不管啊 他们就是很严重啊 他们应该是超级 超级生命派 对 他就是national ban 就是你要全国一致 都不可以堕胎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是海地移民 吃宠物这件事情 是从他开始的 OK 是从他开始讲的 所以你要问我 他的问题的话 我会觉得他 他还甚至讲过一句话 就是在后来 这个新闻已经被 很多人都说 这个不是真实的 这是假新闻 对不对 他还出来说 我为了要让大家 关注移民这个议题 你要让我去 create a story 我创造一个story 我都做得出来 哦 他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不择手段 他像很善于行销的样子 那 这个东西没有 没有讲错 对不对 他就是 对啊 我就说 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 那 你要是问我 我不会选这样一个人 是是是 我没有办法接受 但我想问两位一个 更生意的问题 那你们觉得 Vance跟Pance 就是上一次 川普的副手 Pance 对 他们两个 觉得差在哪里 因为 Pance也很保守 他也是非常保守 可是Pance是个正常人 OK 怎么说怎么说 Pance他就是一个 传统的保守派 基督教保守派 基督教保守派 应该是说 我不相信 Pance可以 面不改色的说谎 我觉得他做不出来 OK 但是我觉得 Vance可以 为了达到目的 我觉得他做得到 还有点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Pance不算是 loyalist 他不是最最最 loyalist 最忠诚 最中心的 对川普 最核心的 中心的那种 像是Jane 6之后 Pance有出来 他是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好像也就是要攻击Pance 然后还甚至有人说 要把Pance给杀了 还是什么 对对对 这么夸张 对啊 而且然后川普听说 现在都有新的消息露出来 就是说川普那时候 听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Jane 6的群众 说要杀Pance的时候 川普的反应是 So what 他的反应是 So what OK 我跟大家比较一下 这就好像是 有人要来杀萧美琴 然后赖兴德说OK啊 那种感觉 他不是OK啦 他就说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他的反应是这样 他就说好 那就那又怎么样 所以后来Pance出来 反川普 很合理吧 对啊 很合理吧 你完全可以想象吧 他应该很生气吧 对其实 这个是 很好看的地方啦 美国政治好好看 我们都还没有讲到最精彩的 川普这一次两次被暗杀 对 的企图 幸好只是企图而已 对 没有杀成 可惜你可以想象他如果被杀会怎样吗 更多暴动了 我铁定暴动 铁定暴动 铁定暴动 对啊 还好没有成 我是真的是捏一把冷汗这样子 对啊 这就代表真的很多人害怕他当当选 我觉得是 才是走上这么极端 对 然后 而且你看 我真的觉得 美国真的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国家 是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violent 非常暴力的国家 所以今天在 即使是 就是说他觉得解决问题最终的方式 是可以用武力的 他第一次的时候是真的差 你就被杀掉了欸 是真的很危险 因为子弹已经打到他的 对啊 是真的很危险 他只要再往另外一边偏一点点 然后就 他是打到耳朵了 所以离太阳翠超近 超级近的 对 他是真的差一点点 我跟你讲 真的 我无法想象 川普那次暗杀如果成功的话 美国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我真的 我无法想象 所以这一次其实 说实在 是 我说真的 我跑美国大选跑这么多次 今年是出最多事的一次 可是我不知道台湾 为什么大家都不怎么关切 对啊 为什么 就今年的这个话题很冷 我觉得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关 就是不知道怎么切入啊 因为我觉得今年是偏话太多 多到就是 大家已经看不懂 对我就可信讲蛮好 就是大家好像 因为上次好像是说 上次很清楚 就是我都支持川普嘛 但这一次出 支持川普也不对 那贺锦丽吗 贺锦丽我也 我也不太认识他 贺锦丽是谁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大家会很尴尬的地方 那贺锦丽的副手 对她的副手 因为听到大家说她的副手 很会嘴 很会嘴人 还好吗 我觉得还好 他就是一个大叔 就是你隔壁会住的大叔 就是说他们想要 呈现一个非常亲民的形象 然后他是那种高中教练啊 然后胖胖的 叫什么名字 Tim Watts 中文是华兹嘛 对 然后他是明宁苏达州的 这个参议员嘛 州长吧 州长 Governor吧 应该是个 应该是那个 Governor 对 Governor 是Governor 那 那 那 Harris挑他这件事情 对了他 有什么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 就是明宁苏达州的票啊 OK 因为明宁苏达州就是所谓的 就是 是铁锈袋啊 铁锈袋嘛 对 就是为了要明宁苏达的票嘛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明宁苏达票 也不一定拿得到 有点危险这样子 其实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美国很有趣 就是美国他们的州 州长常常跟他们选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 其实是会不太一样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好比说 我们都知道California是超级Democratic的地方 可是他州长有时候是共和党当选的 有啊有啊有啊 雷根就是啊 对对对 我跟你说 在台湾这件事情比较 就我们很难想象台南当选个 国民党的市长 对 也啊 那民众党 民众党你可以想象吗 在台南吗 我觉得不会 也不会啊 就在台南在台湾的选举过程中发生总统跟县市长分裂的情况 我觉得没有 没有到很多 没有到很多 就是像台北好像就是蓝 对 对对 对不对 哦哦 我的意思 台北这次就是好像白过 可是之后没有头白 而且我要讲的事情是 顶多这样 如果是摇摆的地方那当然合理嘛 然后比如说以台湾来讲台中跟彰化可能比较摇摆 可是我刚才讲的是是美国不摇摆州 都会出现到这种swing的状态 在州长选举跟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的州就是一个国家啦 所以我觉得不能用台湾这种现实来看 我觉得这点是很有趣的 我们纽约那么蓝 我们市长也是有 纽约你当过两任 然后Bloomberg 对啊也是 当了三任 对 对啊 所以you know 这个很有趣 对 那我们还是回头讲一下那个 那个副手 除了帮他在民主党中那边想要拉票之外 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会对他这样选举 就是OK 就是平衡 肤色上的差异 性别上的差异 大致上就这样子 那他自己作为一个民主党 副手的立场呢 他很Democratic 他很Liberal吗 他算蛮Liberal哦 他很算是蛮左的 对 蛮左的 然后另外一个 他是 他自己所会选上的就是说 他很会嘴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嘴共和党的那个力道 是让很多民主党人会觉得很爽 很爽 有讲到要害这样子 然后他又没有是骂粗话那种 他会说就是 共和党很weird 对他就是 他就怪怪的 他说共和党人怪怪的 就很正诚 我觉得他讲话让人家觉得 这讲出我的心声的感觉 他曾经有讲过什么这样子话吗 就是那个最有名的 就是那个weird 他会回应什么东西 他那时候就在讲说 川普跟MAGA这群人 They are weird 他就共和党人 They are weird 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觉得会 你要知道在美国社会里面 就好像说我们一样是蓝绿 社会里面是蓝绿都有的 但是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你的朋友 所以你也不能讲他们是坏人 所以你讲他怪怪的 这个是程度上刚刚好 恰到好处 他英文的语境中是一个恰到好处 是一个恰到好处 就是可是他们就 他们不是坏人 可是他们就是怪怪的 那时候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党代表大会我有看 看完下有心得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讲最好的人 还是欧巴马 真的 还有他老婆 第二个就是 天哪这对夫妇 太会演讲了 太厉害吧 我看欧巴马演讲 看到一半我是非常感动 是啊 我感动的就是他太有魅力了 那个时候换拜的时候 换拜之前 然后所有的媒体都在说 谁适合出来 然后每一个List 一定都会有Michelle 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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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想说人家有要选吗 大家都会把它放进来 人家没有要选 人家没有要选 可是欧巴马夫妻真的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啦 我们那时候 欧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我们就说他这个 那个Public Speech 就是演讲这个是 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 太强了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台湾人可以反思一下 是如果我们讲到美国 近代最厉害最会演讲的是 欧巴马 台湾是韩国语 蛤真的吗 就是大家其实是这样觉得 以就是 因为大家是韩国语啊 就是我们就认真 演说能力 煽动人心的程度 对 韩国语绝对是前三名 Seriously 没有在我心中 他是第一名 坦白讲 我比较委婉 就是因为 我这样讲 韩国语 我是绝对不可能 把票投给他 因为他政治意识 现在跟我完全相反 但是我每次听他演讲 我被坦白讲 我会有一点点被感动 因为他很会讲 他的那个煽动能力 会 很真诚吧 对 他很真诚 他非常真诚 而且我觉得他很会玩弄符号 对 所以我会觉得 很容易被号召 但是反怪就是有点可悲嘛 就是我们竟然最会讲的是这种咖 但是欧巴马跟他是完全不一样 欧巴马太会讲了 欧巴马真的很会讲 而且他人 人是 就是说实在他也没有什么黑资料 可以给人家 哇 他就是一个很 decent的人 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所以就是到贴在他身上的一些怪资料 就是他是穆斯林 然后在非洲出生 都是假的嘛 对啊 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 参加英语演讲比赛 那我英文版本就特别好嘛 我就把欧巴马那当选演讲词背下来 然后我就 我真的是把他全部背 就前半段背下来嘛 我记得他第一句话是 Hello Chicago 这样这样子 然后就他把欧巴马全段背下来 然后在那个机器演讲里面 就拿几块来用 美测第一名 你在新主演讲演Hello Chicago吗 这个没有用啦 但是他前面就很感动 欧巴马的演讲 就以前那个 我高中的还大学的时候 有一些英语学习的书 还把它收入成册 对啊 波光碟 就是你听欧巴马演讲来学英文 有这种书耶 有啊 就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 就大家就会讲说 要嘛是学欧巴马的演讲 要嘛是学那个 马丁路德金的那个 I have a dream 对 那怀念欧巴马没有用的嘛 美国规定总总只能当两次 对 对 对 台湾不行 台湾是只能连任一次 没错 台湾是只能当两次 所以欧巴马当晚了 没了 没了 下一次如果蔡英文跟马云九要出来选 是可以的 但欧巴马要出来选 是不行的 对 对 然后川普也是这一任 当晚就没有了 对 就是that's it 没错 没有了 嗯 那我们问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两位怎么看就是 台湾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就是谁当选 对台湾比较有利 当然是台湾的安全问题啊 对 我问你 是吧 我觉得可惜 我是觉得台湾安全问题 因为台湾人看美国选举 我没得选 那我一定是看他结果 哪一个会对我们比较好 对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是台湾安全问题啦 就是他对 他在这个 对台态度上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跟 我觉得抗中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两党 已经都会抗中 对 都会抗中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没有太大争议 然后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 我担心的是 川普如果真的选上 关税这个事情 蛮头痛 然后 他对友邦的态度 蛮头痛 可 可欣权呢 嗯 我有点不一样的想法啦 我觉得 我比较 我担心台湾的不是说 就像川普最近一直在骂台湾嘛 其实我反而是担心 大家不讲台湾 我觉得台湾 台美关系 或是台湾在国际的处境 最糟的时候 是马英九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欧巴马就是 完全没提到台湾 他只能在看 亚洲全部都是 中国中心主义 嗯 然后完全没有提到台湾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 对台湾最糟的 我刚刚还把欧巴马讲那么好 这两回事 我觉得这两回事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 对对对 我要跟光澄清 对对 但是我最会觉得就是 台湾不怕 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实力 很好 嗯 所以我不怕你讲我坏话 或者讲我好话 我只怕你不讲我 OK 嗯 然后我觉得在军援这上面的话 请你去比较拜登跟 川普时期的军售 拜登 川普时期的军售 是高更多的 是 对 所以这个我还比较不担心 那我担心的是贺锦丽 因为他对于外交议题 不是他熟悉的领域 拜登他非常熟悉 他在这个外交委员会 已经几十年了 他超熟悉 所以你看他打破 是这么多次战略模糊 因为他知道这个议题 嗯 他知道这样子的后果 他非常清楚 但你看这一次贺锦丽 他上那个60 Minutes 的这个访问 他就是按照着这个 国务院是什么样子的态度 我就怎么讲 所以因为他不熟悉嘛 所以我就是尊重专业 但有时候整个国务院 体系这么大 他这个官僚体系这么大 他有时候会很怕犯错 然后会用最小心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我担心的 就是如果 贺锦丽 对他怕事 然后会不会变的是 很多 该有跟台湾关心 正常化的事情 他反而 或是怕人毛中国 他不敢做 对他不敢做 所以听起来可欣 对Harris的质疑是比较 我比较担心的 比较担心的点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 讲一下 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和国务院 他是常常会有这个 落差出现 像拜登常常会讲一些 比较跨线的东西 然后国务院会立刻把他拉回来 对 白工 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 解释这个信价给听众听 那是 不过就是 他通常总统就是 他爱讲什么讲什么嘛 对不对 然后可是问题是 国务院就要出来 把美国真正的立场 要再讲一遍 那通常就是会 我们就讲就是灭火啦 就是关枪的东西 对就关枪的东西 是会拉回来 所以他就美国一贯的立场 他要讲得清楚 但是我要讲 我觉得我对川普最担忧的一件事 是我觉得他的记录 真的对弱小的国家来讲 非常的不好 对 这个事情是让我觉得 最不舒服的地方 是在这里 就是说 我在讲 比如说阿富汗 他不在意价值吧 他不在意价值 他完全不在意价值 然后他常常会觉得 反正这个弱国 就把你牺牲就算了 他达到他的目的就好了 有太多记录 比如说阿富汗退兵的事情 撤军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 那个拜登撤的很难看 这没有错 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这个事情 其实是在川普任内谈下来的 那他当时谈的时候 他是直接去找塔利班谈 他直接把阿富汗政府 就力量在一边 他根本 阿富汗政府 今天就要决定 阿富汗将来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 阿富汗政府是没有坐上谈判桌的 是美国川普跟塔利班 两个人谈完 这件事情就谈完了 就决定美国撤军了 OK 所以阿富汗的前途 是这样定下来的 阿富汗自己没有谈话 没有话语权 也有人讲说 现在加萨会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林肯 那个 阿勒班 不是 I'm sorry 那个 阿勒班 阿勒班 对阿勒班 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当初就是因为 他把沙烏地阿拉伯 这些大国 跟那个 以色列把他们拉起来 让他们去谈建交 所以完全没有把 巴勒斯坦人的声音放进去 所以巴勒斯坦人就急了 所以才会打 所以哈马斯才会打 所以你今天在看的时候 他这个trace太明显了 这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他讲说 我马上就可以结束这个战争 他怎么样结束这个战争 他怎么样 想也知道 跟普丁谈 他就是跟普丁谈 他一样又把乌克兰晾在一边了 所以 从这个pattern来看 我很worry ok 这有趣的两个人worry的点 不太一样 这都很有暴力 但我也很同意这个论点 ok 这个我也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再靠国务院 把他拉回来 但 但我觉得就是 我比较担心的是 川普国务院拉不住他 拉不住 我觉得拉不住 而且他这一次会比上一次更冲 就是说一定会 他一定会把他周围 都是围绕着 所以loyalist 就是他对他最忠心的人 所以这一次会比上次 恐怕会更难帮他踩刹车 因为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刚才大家是讨论 这两个总统的候选人 对不对 可是他们彼此都有自己的政党 所以我想问一下 他会跟他们政党的关系 那刚才其实 两位都有回答了 因为其实在 在八年前的时候 其实 川普他身旁的人 其实蛮多可能 是大家眼中觉得蛮厉害的人 好比说 那个波顿 他就是一个很知名的鹰派 有台人士 Rex Tillerson 这些人都很厉害 Peter Navarro 很多人都跟川普闹翻了 所以就像你刚才想问 就是我想问两位是说 那个政党跟他 跟这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们各自有他们各自立场 他们政党也有各自立场 那他们之间的拉扯的 那个状况会是怎么样 我讲共和党的 你讲民主党 好 共和党的 我觉得现在共主就是川普了 这个没有什么政党跟川普之间 不同意见这件事情 OK 因为他已经是完全takeover了 他就是霸主 他就是霸主了 那现在共和党这一边 保守派这边就是他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没有你讲这个问题 是 民主党贺锦丽这一边 我觉得整个民主党 大家还是比较维持一个 正常党派运作的方式 那但是你看美国的话 他整个各州都是一个国家 所以你也会看到像民主党在过去 他不管是Climate Act 或是这些法案 他们要把大家拉起来 其实很难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们没有像是共和党 这么明显一个共主出来 而且他们也在看说 到底未来的星星是谁 还没有看到 贺锦丽会比较难做 她的确挡机器这个东西 因为她也没有当头 对 所以这个蛮麻烦的 欧巴马的声音都比她大 没错 然后而且更麻烦的是 就是讲到说 Congress 参众两院 很有可能 就算贺锦丽选上了 参众两院有可能 不在民主党手上 那光选上总统是没有用的 就跟现在我们的情况一样 现在立法院也是这样 对也是这样 所以也没有用的 就光选上总统是没有用的 而且目前看起来 民主党要拿下来 蛮困难的 我看那个The Hill 跟那个Wall Street Journal 他们都是参众两院 都是共和党会赢 但是Economist 他认为 众议院 众议院是民主党会赢 真的吗 Economist Economist 因为我在调查的时候 会发现就是因为 美国其实每几年 他都会进行那个 选举地图的重新划分 那其实像我这次看了 就发现在北卡那一周 他重新划分 然后这重新划分 其实有造成不公平 所以有人进行诉讼 然后最后诉讼的结果 就是会导致 其实共和党在那一区 可能会增加三个席次 对 那甚至到四个席次 所以现在民主党 我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因为众议院的这个 是按照各州人口的比例 他会有众议院人口 那参议院是每周两个 所以像北卡现在 民主党跟共和党是七比七 但未来可能会认为变三比十 所以别人说众议院可能 很有很高的机会 会被共和党拿下 但那两位现在对 就是Congress 参众议院 刚刚有说吗 很有可能都被 都有可能被共和党拿下 那可不可以讲更多内容一点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次 就是Congress这个席次 当然非常重要 然后Senate的 在参议院的部分 民主党要守住 我觉得是困难的啦 因为他今年 他每一年是 其实不是一样的席次 他其实是 今年我忘记 他是浮动的 对他是浮动的 然后民主党这一次要 也就是说 好像有二十几周 他是需要选的 好像我如果 没有记错 好像是二十四 有二十四个席次 是要去打选这样的 这个先跟官方讲一下 就是美国的那个Congress 就是国会 并不是每次都重新改选 他就是每两年会改选一部分 每两年改选一部分 分批重选 分批重选这样子 所以民主党这一次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要防卫自己的席次 是有二十四席 可是共和党这边 只有十四席要改选 所以这个天生上面 他就已经有占便宜了 OK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 民主党不管是在 House或是Senate 都是Uphill Battle 都对他不利啦 刚才那个洛伊有讲到 那个选区划分嘛 他英文就是 Gerrymandering 就是杰利荣誉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我觉得这就是显示 美国的这个政治 民主制度的一个 其实有很多瑕疵啊 包括选举人票 也是个瑕疵嘛 就是你去看 明明你整个全国 你票数比较高 但最后你会 因为选举人票 所以输了 就是之前 跟川普嘛 那杰利荣誉也是 他就是透过 选区划分的方式 然后让特定的党 有比较高的这个优势 那选区划分 基本上都是由 各州的这个议员 去划分的 那这一次就是 这个共和党 他们有更高的掌握度 去划分 那划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 虽然你去看 整体的民调 大家比较希望 就是民主党 赢下这一个 这个国会席次 原因是因为 国会比较像是 你未来的生活模式吧 就是你的意识形态 等等怎么走的 那所以 大家会就是 你去看538的 这个民调的话 大家会比较希望 就是民主党赢 但最后你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 选举方式 现在看起来 预测的结果 都会是 共和党比较高的胜算 这个我之前有看过 那个选举划分的 美国选举划分地图 然后他很想挑选20个最怪 干这太怪 有一个是超级长的 他长到 像尺一样 这样这么长的 OK 那我想说 干这根本就是乱话嘛 他就是 他不是乱话 他就是为了要自己的 对 他是非常小心的话 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事情 其实是 共和党开始先做的了 那是18多多年的时候了 对 他们开始做的 然后民主党这边 刚开始策略 就是骂 说这种不好 不应该这样做 结果后来骂 骂了以后没用 就自己也跳下去做 所以呢 所以现在两党都在 Jerrymandering 对 所以你就看那个选区 就越化 有的长个S型 其实 有的长个U型 这样 我有个题外话 就是我好奇 那美国人在选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们考量点会是什么 我觉得国会议员 还是要跟自己最切身的 因为那个毕竟是你最 是地方代表嘛 所以通常还是会选 跟你利益最接近的 他们会分裂投票吗 会 我自己就都分裂投票了 真的吗 我会分裂投票啊 我会觉得 这个选区里面 跟我最有关系的那个议员 我还是会觉得 有些事情上面 就是他的 就是平常的作为 是看得到的嘛 他当社区做什么事情 这个对我来讲 很重要的 但是台湾大家会说这个 明代要跑选区服务 什么红牌场 大家要看得到 对 美国的话 大家是怎么评断这个 哦 又看好 比如说以前在纽约市的话 我就觉得 Bloomberg 做非常好 虽然他不是民主党的 可是我是真的觉得 他把纽约治理的非常好 我们那时候 比如交通啦 或者是市融啦 游民的问题 游民的问题啊 都做得非常地好 那所以我 虽然我是 注册民主党的选民 但是我也是投给 Bloomberg OK 所以你是连市长 都会投给共和党 他是五党级的 哦 他是五党级的 但他的意识形态上面 比较偏共和党啦 没错 没错 就是保守派的 保守派的啦 但是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啊 我到现在还觉得 他是我们做最好的市长 是是是 第二名叫做 Giuliani 也是共和党 也是共和党的 就是911的时候的 我们民主党的 没有办法 但是 纽约市一直都是 Democrity 在选举人票上 对 选举人票上绝对是 就是 一直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面倒的 一面倒的 一面倒民主党 但是在讲到市政 这个东西没有 这个价值观不重要 OK 这很有趣 对 就是说我觉得 我跟我的朋友在讲的时候 他就说 啊 我现在住了受不了 他说这民主党的市长上来之后 那个塞车都比以前严重 嗯 就是这个才是你切身的 关系的事情嘛 是 在美国就是 层级越下面的 两党的这个影响力 会越低 我不懂你的问题 就是选党不选人的这个状况 会越来越低 选党不选人 哦 你是说到 比如说 就是他的阶级越低 阶级越靠近 就是比如说到市议员 越local的东西 然后就越容易跨党投票吗 呃 我觉得要 我觉得可能是吧 我觉得选总统这个事情 意识形态就比较容易出来 但是呃 地方事务上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因为在台湾 我上次跟洛毅聊 应该到市议员这个等级 嗯 他比较会有这个状况 到县市长 可能都 都还不行 都还不行 对 立法委员大概也不会是这样子 那要到市议员才会有这个状况 对像 我觉得最近 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 是萧美琴 赢得花莲县立委那一次 嗯 所以那就是很明显的 分裂投票 对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 这种不常见 不常 坦白讲没那么常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 其实是蛮有趣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 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比较健康啦 对因为我觉得 就是分裂投票比较健康 我觉得分裂投票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健康的 我觉得在台湾 是因为我们会有 国主议题 我觉得分裂投票 代表大家有这种 check and balance的概念 嗯 对对 对就是有权力分裂制衡的概念 对对对 可是因为好比说在台湾 很多人就觉得 我一辈子都不肯投给 亲中的政党 嗯 那我就不管他怎么样 我都不肯投给他这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 跟美国 果然确实是有一点差别的 民主成熟度就会有差别 就变成大家投票的时候 思考的事情 是更多更不同 对对 但是范姐 搞不好也不一定想法 他不一定觉得 美国人的民主政治 一定比较成熟 我不觉得 嗯 真的吗 台湾都会归类成 新兴民主国家 美国两百年 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台湾的民主 比美国进步太多了 怎么说 我真的觉得 因为没有计划那么严重 back then ok 我讲的时候 我回来是六年前嘛 那时候我还觉得 我们 我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想象 美国那个计划 情况有多严重 我们 就是 民主跟共和两党 我们讲一般的选民 我们还不是讲 出来选的人 我们去买东西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嗯 ok 共和党的去Walmart Democrats的去那个Costco 我有看过这个表 对 然后呢 比如说旅行 共和党的不出国旅行 ok 他在美国的国内旅行就可以了 出国旅行的通常都是Democrats ok 然后呢 喜欢的电影也不一样 那种什么爱国电影啊 什么的 那种什么打仗啊 对 那种通常都是共和党在看的 那民主党呢 就会看什么 就是 比如说跨性别的啦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看 Barbie跟奥巴海默 哦对 那一次很有趣是Barbie是保守的 然后奥巴海默是民主党 他看那个票房 发现跟那个选举 美国选举地图是一样 对 就我跟你说 我们真的在生活里面都是分开的 然后我们的朋友是不重叠的 就是我的朋友全部都是民主党的 然后共和党的朋友 就是全部都是另外一个 很少有重叠的时候 我说实在 我在美国只有一个共和党的朋友 是因为我们三十年前就认识了 所以不得不 对就是是一个真的是很老很老的朋友这样 所以我就说 那个激化情况太严重了 可是我们在台湾我们不是这样啊 我们家人里面同一个家庭里面就可能有蓝绿两个 你一定要相处的嘛 你不可能 总不可能说你不跟你爸妈讲话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台湾没有听说什么国民党冠7-11 什么民进党冠 什么人家 台湾讲这个很奇怪啊 很怪啊 可是在美国会有这种讲法 对 美国真的 他的激化情况太严重了 真的太严重了 我觉得他们没有刻意这样子 那个是 就是他们是一个生活文化习惯上面 长久下来 遗留下来 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聚落 然后我觉得美国民主没有办法 像台湾这么承受 有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宗教 还有教育 就是美国有这个宗教就直接跟这个 conservative直接 直接连在一起 而且你是不能去质疑他的 所以很严重 就是说我觉得 所以你今天要回来看台湾的话 我会觉得 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民主进步很多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就没有那么激化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美国的个人主义太发达了 对 真的太发达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强烈的意见 对 我觉得对于公共事务的 就是说我觉得看大局的这个能力比较差 OK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 我觉得我们毕竟还是 我们虽然说我们的民主非常的发达 但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觉得说 我们要看大局 要谦卑一点 对 我们要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对整个群体比较好的时候 我可以少坚持一点 是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从这两点来看我觉得台湾成熟很多啊 我刚刚有一个这个话题我想接续的聊 是可欣讲的就宗教跟教育这件事情是 因为我记得 2012年选举的时候是Mitt Romney跟 Barack Obama 那个Romney他是摩门教的 对 我记得他是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吗 Yuta Yuta 那样的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基本上你只要是哪个宗教 你基本上就是哪一个政党 这个在美国这个状况会发生 可是在台湾我们好像 好像比较 比较没有听过 我们只听过说过去可能长老教会是比较台派的 但是也不会觉得说 这个一定都是民进党党 我觉得在同性婚姻之后可能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可能会有点改变这样 就知道在台湾大家不会有直接很绝对的这种强烈的印象 还不会说你佛教你就一定支持哪一个政党好像比较 这也是我们比较进步的地方啊 就是宗教跟政治是比较切开的 在美国宗教跟政治是没有办法完全切开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在教宪法课的时候 讲到宗教自由的时候 我说在台湾就是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讲 但是在美国就超多案例 因为台湾其实不太会有什么政教 就是好比说在台湾总统去拿香拜拜 不会有人觉得你为什么你偏谈道教 可是在美国可能一个 从美国总统做出某一个宗教行为 就可能会导致宗教战争 美国倒是 没有啦 你总统就是要是Christian 你就是一定要是基督徒 你要压着圣经 你一定是Christian啦 别的很困难啦 就是一定要是Christian啦 我意思说反过来如果他 对啊他没办法不是Christian 他不可能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 目前的美国的民情 还没有办法接受一个非基督徒的总统 我不觉得到那个程度 出来学也不会上 这才要攻击欧巴马斯穆斯林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Mike Pence会有很多人支持 其实一部分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 他是福音教派 会唱歌的那种 对对对对 这台湾没有人在意什么赖清泽蔡英文 很久幸什么 谁在乎 没人在一直看 这是进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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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教育议题是什么 教育的话 美国的教育 讲得我都在头大气 第一个各州的各课纲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记忆 然后第二个是 就是这个贫富差距很大 教育的贫富差距很大 差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差 是真的连教都没在教的那种吧 我跟你讲 美国有 你讲到你不敢相信的 有些非洲裔的社区 因为很穷嘛 那小孩从小也没有去上学这样子 有到六年级还不适智的 接近文盲这种状况 对接近文盲这种状况 台湾确实比较难想象 这个状况 已经上到六年级了 他没有办法读书的 对所以这真的 然后差异也真的很大 那你又看到全世界最好的学服 前世识名全部都在美国 所以那个差异真的很大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幅员太辽阔了 你要让大家这一个贫富可以 这个阶级可以流动 人可以流动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 一个小国来讲 发展民主 我觉得相对起来是容易的 大家听到这边还是对我们有点自信 对啊就是 就两位对美国来讲这么多 其实都觉得台湾其实蛮多 很不错的 我觉得是啊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家的问题 台湾有台湾问题 但台湾就有台湾的好处 那美国一定有美国自己的问题 这听起来很可怕 可是美国也有美国的好处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成长的过程是 所有我身旁的大人都对台湾极度缺乏自信 对啊 我觉得是我在这样分为中长大 因为我们是在Asian parents底下 我们的parents 的parents也是Asian parents 永远都不够好 对啊 我跟你讲台湾就是烂啊什么的 其实你长大后才发现 其实没有那么烂啊 我刚才就是 问题就出来 美国也太有自信了 哦 美国人都真的很有自信 每次都跟我过来想说 我跟你讲 Jasmine 我对台湾已经有一个plan 你们要怎么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在那边要跟我说教 我就想说你觉得我会就是 你觉得我不知道吗 他就觉得他比你了解台湾 他们就会很有自信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很有自信 他们就觉得就是 他们反面来讲 他们的他过度自信 反面来讲 他们也是非常乐观啦 对啊 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民族啦 很可爱啦 来其实很可爱 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就想请两位一个分享 因为我们现在距离选举 大概是去播出之后 大概也就剩一个里多礼拜了 哇这么接近哦 对啊 那最后这段时间 就是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观察这个选举的话 你们会建议他们 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 当然是来看我们的大选直播啦 你在问你角度啊 我们先来看 先来看我们的大选直播啦 我们在当天 我们现在在募资OK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在大选当天 我们会做六小时直播 陪大家一起看开票 那如果说你现在 马上来参加募资的话 我们就会给你很多 那个限定文章 然后马上帮你赶功课这样子 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就是这个了 白话一点就是 你不要在那边靠背说 台湾都没有国际观 现在就一个产品在你面前 是的 而且我们已经做的 我们现在限定文章 已经推出三篇还是四篇了嘛 然后还有两三个Podcast 所以你要赶进度的话 是非常容易的 非常非常容易的 是是是 那可可欣呢 因为刚才是很明确的一个产品 我们一起做合作的产品 是是 我们跟肯欣是一起合作的 对 那你们透露一点点你们的观点 你们的企业脚 让大家各想要买 好 直播那一天呢 我们是请了六位专家 那第一个是我们会有两位特派员 是 一个会去川普阵营 一个会去那个贺锦丽的阵营 听着就很兴奋 现场的观察这样子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谈 一个美国学者 专门谈美中台的关系的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学者 专门谈中国 也就是美国选出来 这个新总统跟中国的关系 然后还有一位专家 会切入的是国防 就是台湾的这个国防 哪一位总统上来 对台湾的这个国防的影响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专家 会谈经济 经济政策 然后最后一位呢 是会从欧洲的角度 来看美国的大选 所以说你今天问我 我们的签读 我觉得是非常完整啦 就是我们台湾应该要 关切的几个问题 这一名那都还不能透露 其实可以讲啦 有没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 我们的观众可能比较认识的 我觉得我们请的那个 Michael Mesa 是非常有名 2049 他是美国智库2049的主任 所以他就谢谢他 而且我们还其实有访问到 Brookings的 就是因为2049 如果你硬要分 他可能是比较偏 偏右派共和党一些吧 所以我们还有找到 在硬要分的话 比较偏左一点点 或是liberal自由派的 那我们是找Ryan Haas 他是Brookings Institute 是Brookings吗 我忘记了 应该是吧 马上查 OK Ryan Haas 不过他也是非常有名的美中台 专门讲美中台的关系的学者 是 因为他当天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会在之前的匪夷所思先访 这样子 所以大家如果来参加我们木制的话 我们就会帮你分析的好好的 这他也真的太棒了 对 这才是真正去了解 我觉得美国大选真的比较 适当的方式跟管道这样子 对 我好奇为什么要放欧洲 欧洲是这样 我们找了李纯来谈欧洲 因为这一次欧洲其实皮皮错 因为如果川普上来的时候 乌克兰吓死了 欧洲快要吓死了 我会问这边台湾人 对欧洲更不了解 欧洲欧盟很多台湾人更陌生 你们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谈美欧关系 OK 因为这一次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所以现在新选上的总统 对乌克兰的支持程度 对于欧洲将来 要怎么样抵御俄罗斯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同盟关系 还是说像川普上来的话 可能会跟他们要很多钱 所以这个事情是 我觉得欧洲现在是非常紧张 如果川普再选上来的话 现在好不容易组起来的 一个欧美同盟的关系 可能又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之前都说 我们台湾的外交不能 鸡蛋都放在同个篮子里 我们以前都放在中国 那现在我们是全部都放在美国 那说真的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不健康的 我们应该要分散到欧洲 而且欧洲这么多的国家 而且都是民主的小国 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要 炒这个价值战的话 一定要这一些盟友 所以我觉得他们怎么看 然后以及我们台美 因为台欧资金的关系 很多时候是美国在去推的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是 我们自己推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也需要去看整个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选举结果 是是是 我觉得它会连带 影响到台欧关系 是的 那相关资讯 我们会放在节目资讯栏 没错 让大家去了解 因为我觉得我们观众 其实大家都对这个议题 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但是常常大家会说 对就是不知道 从哪边入口 那如果都是看脸书 跟IG的话 可能很多东西 并不是这么的正确 OK 那这边已经提供了 非常专业的资讯 推荐大家来看 我们集资一直到大选 当天结束 OK 对 我们集资会一直做到当天 这样子 其实之前 敏迪那边问我说 我可不可以帮忙业配 那我就说 就可以 但是一直没有回信 对那就帮我们业配吧 对啊 对啊 这集就放下了 听完这一集之后 听众朋友应该会对美国 这次选举 譬如怎么观察 然后更多的资讯什么的 我觉得书里都蛮清楚的 然后中间还讨论一些很难的 什么竭力荣源之类的 给大家做更多的 这个知识上的分项 那大家骂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吗 骂什么 就是 骂我们啊 不是说固定都有人来骂吗 这一集没有什么好骂 我觉得顶多可能大家 大家可能会来我们这边留言 你们有兴趣 我分享给你们 我觉得大家顶多 我猜大家会骂 可能就会说 就是 找一些左胶来 之类的 但是因为 讲东西 很有知识体系 跟 对啊 我是觉得 大家不要这样子 所以要骂可以 但是你就是要 好 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们都是左胶的话 你可以提出你的argument 对啊 你可以觉得 为什么不应该这么左 左 左胶定义是什么 而且我觉得像刚刚可欣 很多论述 没有很左吧 就是跟范姐 其实也不太一样啊 所以其实是有 各种不同的意见 我们是有对话 对啊 我觉得最可贵的是 台湾有对话的空间 听起来美国这么极端 大家都去不同的超商 我们现在都不用讲了 没有机会碰到 没有哪里 我真的没有对话空间 真的没有了 而且现在讲对话也不流行 因为两边都 只想讲自己讲的话 都没有想听的 就太有自信 大家都爱讲话啦 OK 台湾还是很珍贵的啦 台湾人就赞啦 OK 好啦 至少超越 还有机会吃和解饭 哈哈哈哈 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 有没有用大家各指一指 对啊 因为麦玉珍今天 今天在讲的中文台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不是有讲吗 对 两个对吃饭的这个 里面发生的事情 意见还是不太一样 OK 看来饭要多吃几次 多吃几次 今天水龙吃不够就吃其他 哈哈哈哈 好啦 今天谢了两位 谢谢范姐 谢可欣 谢谢 谢谢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话 可以去赞助范姐 跟可欣的 这个集资专案 对 好 大家现在拜拜 拜拜 拜拜